晚上好朋友们,咱们今天晚上又见面了 今天晚上讲的是大东北 大东北收麦子的时候 发生的这么一件邪乎事 这事情发生在大概九月份左右 东北此时早晚已经天开始渐凉了 这东北四平市的农村的这么一户人家 每天呢,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儿子 再加上一个女儿 天天在麦田里边干活 这此时一到了卖收的季节 所有东北人都会往回家赶 可能您呢,没去过田里边 没见过那东北的那大麦田是什么样的 那真叫一望无际 我拿麦海形容都是不为过的 那所以说,要不有时候东北人开玩笑吗 那苞米地里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了 没错,那苞米地可不是您家里边那苞米地 人家东北那苞米地 那您可能走道里走半个多小时 弄不好都走不住一块田去 真的就是这么夸张的 那这个故事它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发生在这么一天大早晨起来 这天早晨起来 咱们出事的这户人家 已经是卖收收了有十五六天了 所有家里的人干得非常疲惫 但是没办法,得坚持住了 早晨起来五点多钟 一家人就提着农具,就出门了 奔着自家卖田就去了 这一天当时是这么安排的 大儿子跟着二儿子,还有跟着爸爸 三个人负责机器,就是收卖机 妈妈负责在收卖机后边维护 收卖机掉下来的一些东西 包括卖机上面卡上什么东西了 妈妈得在那帮忙维护 小妹干嘛呢?小妹就在远处的田边上 在那收理一些散落下来的麦子 当时是这么安排的 可是这收卖机的速度非常快 嗡嗡嗡的向前面开 不一会儿小妹就跟不上大家 这一下子小妹就着急了 他在后边就喊 爹,你太快了,我跟不上啊 然后没招了,他爸就在机器上喊 那你先上那边去吧 先干那边的活 我们先在这边弄着 小妹一听就明白了 他爸让他去上侧边的田里边去 把那麦杆子什么的先给他削平了啊 一会儿好让机器直接切割 他呢就钻到旁边的那个高高的麦田中 进去干这个事去了 当时先往里边进去的时候 没觉得有什么 因为离着外边还近 走着走着就伸入到麦田的深处 大家千万别忘了 此时才也就是五点半左右 天不能说完全是黑的 但是擦着黑呢 所以小妹向着麦田深处走了 不一会儿 身上就毛毛僧僧的 就是感觉害怕 不对劲 看着四处哪哪都趋黑一片 哎呀 心里就开始琢磨 要不 要不出去吧 从这儿害怕呢 但是自己再一琢磨不行啊 我出去之后又得帮着他们上这石麦子去 那活更难干 算了吧 我就硬着头皮在里边待着 就逐渐的拿着小镰刀 慢慢搁那硬麦杆子 往这深深的麦田中继续前行着 大概是走了可能二十分钟左右 距离这麦外边露出来的那片地已经很远了 忽然间小妹就看见前面了 冒出火光了 说实话 当时小妹有点错觉了 什么错觉呢 实际上她也就是走了二十分钟 没走出过家里的麦田去 但是此时她认为 是不是已经快走到头了 所谓那边冒出来的红火红光 应该是人家别的家正在那烧麦杆子了 在农村的麦田里边点火烧火 那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所以再加上又是毛毛的半黑天 所以也没什么太齐齐的 小妹当时甚至心里边还有一种安慰感 哎 看见人了 反而就没事了 反正都相里相亲的 都家门口的这点事 所以就继续又低着头 往前继续割麦子 可是这接下来 割着麦子向前行 又行了没有这么几十步 不对劲的 小妹先是耳边听见了一段唢呐的声音 嗯 谁家娶媳妇 再仔细一听 不是 这声音貌似不像是娶媳妇的 这东北人对音乐非常敏感 红色白色的音乐差距是非常大的 您别看那都用那唢呐的声音 但吹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实在不会吹 我要会吹我给你演一段啊 但是区别那是逆天的 小妹当时也听就不对了 呀 不是娶媳妇 像是出病的声音 滴滴答滴滴答的 好像是离着好远的地界传过来的 小妹这会儿不干活了 就抬起头来开始四处张望 哪呀 哪过白事的队伍呀 没有任何队伍 眼前是什么都瞧不见 只是能看见远处 大概有这么一片稻田里边 冒着红光啊 小妹当时就琢磨 是不是那边在烧纸 是干什么 但是一琢磨又不对 这是稻田烧纸干嘛呀 当时是处于好奇心 再加上那边有人 能够过去看看 起码呢 能救个伴 不让自己这么害怕了 就朝着冒红光那边慢慢的走 走了这么一会儿 逐渐的就看清了 等看到这红光的时候 小妹已经来不及了 当时就只见呢 冒着红光的那边 原来并不是什么人点的火 而是一个红色的大火球 飘在半空中 这还不是最吓人的 最吓人的是 这大火球的旁边 站着的有七八个人 这人呢 有男的 有女的 有老的 有少的 好像还有俩小孩 小妹这一看就害怕了 立马蹲在稻田里边 不敢动 然后就仔细地瞧着红火球 和那几个人 心里边就琢磨 他们这是到底干什么了 正在这儿看着半截的 只见旁边围在火球边上的几个人 逐渐地慢慢双脚离地了 离地完之后 并没有说是完全地脚离地 而是脚尖逐渐地竖起来 一个个立着脚尖 站在红火球边上 一人伸出两个手 拿手围着这火球 不知道要干什么 有点像是电视片里边演的 那修仙的场面 好像是要从这火球中提取能量似的 一下子小妹就害怕了 坏了 这不是人呢 而且此时那滴滴答答的唢呐声就更响了 小妹坚持不住了 马上半弯着腰 溜着小碎步 开始往反方向走 尽量地往爸爸那边去 但是这会儿已经分不出方向了 到田旁边是特别特别的高 什么都看不见 尤其这人呢 一旦紧张了 再加上刚才的注意力 凝聚在一个焦点上 再回过神来之后 他就找不到方向了 这怎么回事 往哪儿走啊 这怎么办 一边害怕着 一边紧张着 小妹还回头 继续看着发着红光的那个位置 怕那几个玩儿追上来 可是这接下来是越走就越担心 越担心就越害怕 俩嘴就开始打仗 慢慢的 这就要哭出来了 小妹当时是越走越无助 只能辨别着爸爸那个收割机的声音 往那方向走着 可是此时离距离爸爸 还得走个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再加上又不能站起来快速的走 又得半蹲着弯着腰 你想想 当时那是多为难 可是这接下来呀 往前没走了几步 小妹不经意的 就这么再回头看看 害怕呀 这一回头 麻烦了 那火球追过来了 虽然不是说离着他很近 但明显是在往他这方向飘 小妹这会儿又蹲在原地 不敢动了 如果当时再动的话 怕那火球发现他 一旦发现了他 那可就别逃了 这到底是什么呢 蹲在原地上 小妹吓得连气都不敢喘 可是再往后边更吓人的一摸 就又发生了 只见这火球飘飘忽忽的飘到小妹距离十五米左右的位置 飘在那半空中就定那不动了 然后火球后边跟着七八个人 还是刚才那七八个朝着火球就走过来了 然后这几个人走到火球边上排成了一条长队 逐渐的就走到这火球之间 并且这些人们每个人碰到火球 只要是一碰上那个火球 刷就消失不见了 然后后边的人就跟上前面 凑凑凑 一个一个的全都钻到这火球里边了 小妹这会儿在那看惊了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 可是还没来得及 让小妹再喘口气 跟着后边 又来人 小妹说接下来来的这些人呢 不是说一下子来的 是从四面八方 嗖嗖嗖的一阵一阵的黑烟 但是全部都落在那火球的附近 然后全都像刚才那几个人一样 贴近火球之后 全都钻进去了 我的妈呀 这咋了这是 就这一幕 足足发生了得有十多分钟 小妹说 我没数数 我敢说 钻进去了可能得有三四十号人 男女老少 什么都有 我看不太清楚 第一是天黑 第二这些人有的 只是个黑乎乎的人影子 直到了最后 火球大概把这些人 全都收进去了 自己在原地颤忧了一下 然后刷了一下 消失才不见了 小妹当时蹲在那 腿都蹲麻了 洞都蹲不了了 等这火球消失了 可能得好半天了 这才敢呢 慢慢的活动 活动腿脚 一边活动的腿脚 开始四处张摸 看看还有没有火球 沉了半天 发现没有火球了 小妹这才敢站起来快速的 往他爸和他哥那边跑 一边跑着就一边哭啊 哥哥 有鬼 就这样 一路就跑到他爸和他哥的旁边那去了 他爸他哥一看见他之后 怎么了 出啥事了 你喊啥呀 然后小妹一边哭着 就把刚才的事给他爸妈讲了 讲完之后 小妹说他爸做出来的举动 比鬼还害怕了 他爸当时这么一听 啥玩儿 你再说一遍 真的 爸 我刚才正看见了 那谁 老大佬 收拾东西 回家 当时他妈也变得特别特别的紧张 也都不干活了 马上把农具收拾 跟着他爸 等于早晨起来还不到六点半了 几口人就都已经回家了 并且接下来做出来的举动 那是更加吓人 到了家门口 他爸不让所有人进家 只是四处开始找纸 找了几张纸 还找了几个木棍过来 搭在家门口点着了 让大家迈过这个火堆 才能进家门的 可是这进了家门 回到家了 还不算完 小妹当时也不敢问 脸瞎得煞白 当时就小声问他哥 哥 这谁要干啥呀 他哥 告诉他 别说话 听铁的 好像是遇上事的 那这小妹他能怎么着啊 没招啊 只能是静观其变 在这忍着 然后这接下来 老爷子可并没有消停 先是卖完了火堆 进了屋子 进屋之后 又开始 让他妈赶快去打点井水来 他们家自家院子里边有井 然后老爷子呢 又上屋里边 端出来个大盆来 把这井水的一半 倒在盆里边 放在院子正当间 等着一会儿 太阳晒这个水 然后剩下那一部分井水呢 放在一个崭新的缸里 这缸一定得盖着盖 一点都不能借着太阳 当时小妹实在忍不了了 爹呀 这是干啥呀 啊 这叫阴阳水 啊 一会儿拿这个 每个人洗手洗脸 听见了吗 爹 出啥事的到底 我害怕 啊 我一会儿我再跟你说 等一会儿啊 洗完了阴阳水之后 阳气缓缓来了 咱们再说 直至就这样 等到了大概九点多钟 太阳晒了半天水 全家人洗过了手脸之后 这才坐下来说话 小妹沉下气来 这才问他爸 爹 你跟我说说 我瞧见他到底那是个啥呀 老爷子当时深抽了一口烟 唉呀 这事儿 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你们知道咱们这个村 以前叫啥村吗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这个村 在之前叫鬼头村 啥叫鬼头村啊 你听听这名字 这是好名吗 我小时候有老人跟我说过 咱们这个村啊 是开鬼门关的地界 一到了七月十五 或者是经常边夜里边 咱也不知道 下边他们是做什么 要他们要干什么 他只要是上 咱是上边上边来 就得路过咱们村 再早我小时候 就咱们那个地那片嘛 那片东边那个小山坡子 那是咱们村子 以前的住址 人们都居住在那块 就是因为大小 老看见你说的这东西 所以说才搬到 现在这个地儿来的 要不你刚才也说 你瞧见那个红火球吗 我当时心里边就疼一下了 因为我小时候啊 虽然我没瞧见过 但是我听我们村里人说 描述的那些事情 跟你瞧见的是夜魔一样的 孩儿啊 等于你这是瞧见啥了 知道吗 你瞧见了这是夜里边啊 那恶鬼们出来 不知道是做什么要来 然后他们得回去 瞧见他们 回去了 所谓的你瞧见 那个红火球 按照老人们说 那应该就是鬼门关 就是下边 阴曹地府开出来的口子 结果让你给瞧见了 你说咱们这活还能干吗 这情况咱要害在地里边待着 那不出声了吗 小妹听完了老爷子的这一番讲述 好嘛 还不如别给孩子讲了 更害怕了 然后打这一天起 小妹是十多千 都不敢到地里边干活去 那会儿小妹说 好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敢靠近 我那天看见火球的地方 后来啊 我把这事跟好多人说过 没有人相信 但是等我后来嫁人了 我都离开我们村了 然后回娘家 回娘家是我妈跟我说的 我妈说 仙儿啊 你知道吗 你小时候瞧见那大火球子 前些日子 咱们村里又有人了 瞧见了 朋友们好 给大家准备一期 来自咱们青岛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故事是咱们家一个叫青岛强子的 给咱们提供的 他呢 明显啊 地道的青岛人 因为我们俩呢 有这么短暂的几句语音 我呢 去过青岛 我听过青岛口音 知道青岛人怎么说话 强子跟我说啊 他这事发生在他们家大院 是他小时候 上五年级的时候发生的 强子在上五年级的时候啊 住在一个大院里 这大院是什么规模 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他说这个大院啊 有点像那个 周星驰拍的那个电影 那个功夫 里边啊 大家伙住的那个大院 并不是大家理解 北京那四合院 是一个大工厂的院子 里边住着可能得上几百户的人家 基本上都是这工厂的员工 当然也有后边换房置换过来的 也不见得都百分之百 是这工厂的员工 但是呢 邻里邻居的在一块 过的日子和乐融融的 大家关系都非常的不错 基本上一到了夏天 都会坐在这院中间 有一棵大树下边 在那周围附近乘凉 甚至有的人呢 铺上凉鞋搭上蚊帐 有的拿着蚊箱的 整夜的就直接睡在院子里 所以说一到了夏天之后 他们家的院子里边 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了 当时旁边他说有打构级的 聊天的 干什么的都有 还有呢 那小孩们开始就在这院子里边疯跑 家大人也不管 因为院里边也没车 所以他说呢 直到现在都在回忆着小时候 在大院的那段时间生活 但是儿时的这个回忆 是非常美好的啊 充满了温暖的那种淡黄色的记忆 可是他说在他的回忆中 有一件事 他说他是不愿意回忆的 甚至有点想逃避掉这个回忆 那这个回忆看来 肯定是给强子小时候落下刺激了 没错的 小时候就是五年级这年 这事差点把强子给吓死了 而且这事应该算得上是强子小时候的 一个亲身经历了 强子这个事发生在他上小学五年级 暑假的这么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大概是八点来中 强子和几个小朋友疯玩乱闹 在这院子里边玩疯了 玩着玩着和另外的一个小胖子 两人就刚起来了 好像是因为小胖子撞了他一下 他也不服 跟小胖子直接动手就打起来了 当时打的挺严重的 旁边有大人管 但拦不住 因为这会儿都五六年级了 孩子也都不小了 俩孩子就跟拼了命一样 今儿非得分出个高低来 正当强子这怒火冲冲 要跟这小胖子拼命了 结果强子他妈 从那边拿着个大蒲扇过来了 去得孩子 去得孩子 又跟大家 跟大家 跟着 过来一把揪住墙的那小快篮背心 直接把快篮背心拉到老婆肠的 倒着就把墙子给拉走了 一边拉着 一边拿蒲扇拍墙子脑袋 他说把我给气的 明明不是我的错 我妈过来直接就说我 然后就把墙子给拉到了 大人们坐在那棵树下边 树下边呢 有大人铺了两个梁形 他妈直接把墙子往那一摁 坐下 我告诉你啊 你不许在我们旁边走了 今天晚上就在这给我待着 给墙子是臭骂了一顿 咱们这小墙子撅着大嘴 坐在那就开始要哭 这旁边的大人们呢 也不省心 一点都不帮这墙子说话 还在那起哄架着秧子 示意着让墙子他妈说 这孩子得管 你看就数你们家墙子 玩的嘴疯 墙子他妈呀 也是不走脑子 就听这帮人说话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那没完的数了墙子 数了数了 墙子说我终于绷不住了 张开嘴我就哭了 我这一哭更崴泥菜了 我妈上去就给我来个大嘴巴 这一个大嘴巴把我打完之后 我真的就生气了 站起来 我朝着我们这院门口 就跑出去了 我在前面跑 我妈在后面喊 越喊我越跑 我越喊我越不回来 一会儿我妈就急了 站起来就开始追我 直接就追到了我们院子的大门口那 当时是我跑在前边 我妈跟在后边 可是当我刚到了大门口的时候 忽然我站那就不动了 然后我妈也追上来了 站在我后边 伸手又要打我 骂我 我马上转过头了 妈 我 你看 我这么一说 我妈忽然间感觉到我貌似是有事 就朝着我手指的位置朝着门外看去 当时我们娘俩一块朝着门外这么一瞧 只见门躲着后边 站着个女的 那不就是一个女的 为什么至于把我给吓得停住了吗 我跟您说 这女的全身是脏兮兮的 身上的衣服看样子像是二十天以上没洗了 看着就是个活脱的叫花子 头发是疯的 整个散满全身 而且这女人的头发还特别的长 但是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这女的的两个眼睛 深深的现金剑 而且眼眶在边上 沾满了红色的血迹 我当时吓懵了 这女的眼睛怎么让人抠出来了吗 因为她并不是说是那种盲人的眼睛 而是这眼睛像是刚被谁给刚挖出来的 我妈当时跟我一块看见的 也还骂了 哟 这怎么回事 我妈说完这话 立马一把搂住了我 把我挡在身后了 但是我们俩停顿了这一刻 这才发现 这女的好像看不见路 虽然她是对着我们的 但是她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 站在墙朵子后边 朝着我们这院里边 不知道什么位置正在观望呢 当然了 我说的这个观望 不是她在看院子里边 是她想进到院子里边去 但是她找不着路呢 可是换座您 您会过去迎她去吗 会管她去吗 实在是太吓人了 那女的样子您没见着 您见着您也不会的 所以我们俩俩当时也就害怕了 我妈拉着我去跟我说 快走 走 回去 然后呲呲呲的拉着我 就跑回那大叔下坐着去了 到了大叔下边之后啊 我跟我妈刚刚坐在那 旁边的大人还问 这回老实了吧 啊 一会儿你妈还打你 你看这多讨厌呢 嘴多歉呢 问题是这会儿我妈顾不上 听她说这些东西了 我妈直接就跟她们说 嗯 那什么 咱们那个院外边 站了个小孩 十七八岁 二十来岁的一个小姑娘 特别吓人 两个眼睛好像让人给挖了似的 我妈这么一说 顿时旁边的几个大人 全都好极了 什么 眼睛让人挖了 嗨 不是说让人挖了 那孩子眼睛上血糊烂的 两个眼睛凹进去 脏不合合 头发很长 蓬头露面的 就站在院门口站着了 啊 走走走 咱看看去 什么呀 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当时旁边几个好事的大人 有男有女 三四个 再加上我妈和我 非得硬拉着我们娘俩 带他们瞧门口那女孩去 然后就是 接下来 我跟我妈和那几个大人 就奔着门口瞧那女孩去 可是到了门口 那女孩消失了 我妈就在那跟他们解释 刚才就在这儿了 那个 墙子跟我都看见了 不知道他上哪去了 然后正说着话了 我妈正在这儿解释着了 其中一个老娘 不是说错话了 不是老娘 其中一个阿姨就指着那边说 哎 你们说是她吗 然后我们就瞧着 我们家一出这个院子门 有这么一个小破房子 那小破房子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但是一直荒废着 那小孩就躲在这房子后边 当时这阿姨的手指过去 我们也朝着看去 我妈当时一瞧 对对对 就是她 然后大家伙就都看见了 这一下子 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了 因为我们娘俩描述的 我跟您说 那是给您描述保守了 真人 你要看到 还吓人 那女孩的眼睛的位置 真的就像是刚刚让人挖出来了 应该挖了没有几天的样子 因为满脸上还挂着暗红的那个血迹了 所有人一看见这小女孩就都慌了 哎呦 刘姐 这个 这孩子不会是让坏人给弄的吧 是啊 不知道吗 你看她一斤前面全是血 哎呀 这孩子穿的衣服的样子 不像是打农村逃难来的 这是干嘛的呀 你说咱有没有必要报个警啊 这当时啊 大家伙就这么七嘴八舌 在那小声议论着 那个女孩的就站在那房子后边 在那打嬷嬷 不知道她在干嘛 因为她瞧不见 她不知往哪走 可是这接下来 我们正在这说着讨论着呢 忽然间 只见房子后边那小姑娘 搜的一下 朝着我们就过来了 您知道什么速度吗 比波尔特还快 绝对比波尔特还快 如光速般 搜的一下就跑在我们面前了 哎呦 当时给我们几个吓了一条 这孩子 怎么这么快速度 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往后退 退后了这么三四不车后 一个叔叔就张嘴问他 你 你有什么事啊 你怎么了 你能说话吗 你怎么了 你能说话吗 您听见这鼓子声音了吗 我是保守的给您学 要是按照墙子给我说 还吓人 这孩子怎么回事 我跟您说 舌头在里边不停地打着兜路 有话说不出来 貌似舌头不受控制呢 但是这会儿我可吓坏了 躲在我妈身后 还没来得及 我想问我妈 她这是怎么了 我这话还没说出来了 旁边那叔叔说话了 坏了 这孩子真想是让坏人给弄了 好像舌头也给捡了吧 孩子 能听见叔叔说话吗 你把嘴张开我看看 这叔叔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这女孩明显听懂了 站在原地把嘴给掌开了 我的妈 没有舌头了 当时我妈离着这女孩挺近的 吓得我妈一激怜 哎呦 哎呀 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这是遇上什么事 然后等我妈说完了这句话 话音还没落了 只见这小姑娘咕噔一下 位在地上了 马上旁边的一个叔叔也就弯下腰来 但是说实话没服他 不敢碰他 只是弯起腰来 你站起来孩子 来来你站起来 哎呀 这怎么办呢 你会写字吗 不对啊 你看也看不见了是不是 一边说着话拿手在这女孩眼前晃悠 他瞧不见 麻烦了 这怎么办呢 最终经过我们大家是一番的商讨 咱救不了他 咱没这能力 这女孩一定是让坏人给弄成这样的 报警吧 接下来就是准备留下谁呢 留下一个阿姨和一个叔叔 剩下就是我们三个人 跑到大院里边的传达师报警去 那会儿家家户户还没有电话 我才上五年级 现在我都四十二岁了 然后我跟我妈呢 跟着另外的一个阿姨和叔叔 就奔着传达师去 可是我们刚转过头 走了 还没有三四步了 就听见 刚才留在那儿 那个阿姨和那个叔叔 俩人就一块儿喊起来了 呀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我们马上就回头 只见刚才还站在原地上的小姑娘 消失了 马上蹬蹬蹬 我跟我妈就跑过去了 当然还有旁边那阿姨和叔叔 上去就问 那孩子呢 孩子呢 咱快撤吧 这事咱管不了 这孩子不是个人 这不是个人 快快走走走 当时是一个叔叔说的话 就是留下来陪着这小女孩的 我妈当时一听着叔叔说 她不撤人 我也没反应过来 脑挂在里边嗡嗡的 只得跟着这叔叔转头 朝着我们院子刚才 躺在那儿坐着那个位置 几个人就跑回去了 跑到一半的时候 已经有人注意到我们了 因为我们的院大门啊 前面有个小朵子 人家看不见我们在外边干什么 但是往回跑的时候 急死白脸的 同时邻居就有说话的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当时一边跑着 一边就说 往里走 往里走 快往里走 有鬼有鬼 闹鬼了 闹鬼了 大家伙听不懂 我们说的是什么 要换您待好好的 您会跟着我们往里走吗 但是我们当时表现出来 那个气势 又不对劲 像是真有什么事了 所以有的人呢 是真的跟着我们往里边跑 不一会儿 等跑到了那个大叔下边 已经有人聚在我们旁边了 这才落下作来 说刚才到底发生的事 我们先是把一开始 初见这小女孩的事 来龙去脉讲了个清楚 直到讲完之后 后边我们一转头去打电话去 我跟我妈 还有另外那阿姨叔叔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我们也得问那叔叔 那个老刘 刚才我们打电话去 一转头出什么事 那小女孩哪儿去了 哎呀 别提了 你问少姐呀 你们刚才一转过头去 我跟少姐要跟她说两句话 想问问她 到底你是哪儿的呀 我还没问了 那小女孩向后退了两三步 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消失了 慢慢的变成透明状 然后就没了 我跟少姐吓坏了 所以这才转过头来喊你们呢 当时强子坐在边上 听得都 都要尿裤子了 躲在他妈旁边 妈 我害怕 刚才那是鬼吗 强子他妈也吓得够呛了 所以这事一下子 在院里边就闹开了 我们当时旁边是越聚人越多 大家都讨论起来了 然后其中啊 有一个岁数挺大的 这人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但是我们邻居 经常看见他 这人嗓门特别大 就在人群中在那说 哎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旁边那院 木材厂的那个院里 你知道吗 木材厂的院里丢了个小姑娘 你说不会是他变成鬼回家了吗 找不着家 也让人家给抠瞎了 他找到咱这儿来了 好吗 他这话这么要说 大家是掉转眉头了 不会真的是他吗 这事最后当天晚上 我们就报了警了 但是警察叔叔来了现场 询问了我们半天 我们说的这番话 他不能成为口供 说句简单的 这不能叫人话 怎么给人官方记录 没法记录 一个女孩眼让人抠了 舌头让人捡了 跑到我们家门口 我们看见他了 准备报警 就转头那女的消失了 这他不成事啊 但是警察叔叔 他了解了我们刚才发生的情况 把我们这个 也算是被按在心中了 然后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后边别管天气多热 好长一段时间 晚上只要天一擦盒 您会发现 我们这个大院里边 已经不再像往日一样的那种啊 轰轰烈烈的大家玩的 晚上一大堆人搁上干什么的都有 都没了 谁都不敢出来 都怕见着这个姑娘 直至到了后边 我都开学了 好长时间一段过去了 我们院里边 又把那天那件事传开了 那您知道了 为什么又传开了 是因为真的就像是 那天晚上发生事的时候 那个大嗓门的叔叔说的 旁边木材厂也是个大院 就在我们大院旁边 木材厂里边丢了一个女孩 那女孩丢了之后 足足找了两个多月 最终在我们的城郊找着了 人被扔到河里边 尸体都臭了都烂了 经过尸检报告之后 这才得知 这女孩在临死之前 是受尽了虐待 不但让人剪掉了舌头 还把眼睛给挖了 这事要换做谁 谁还在这住啊 但是强子他们家没辙 后边在这又坚持到了 初中二年级才搬的家 强子说 所以我打五年级的下半学期开始 一直到初中二年级的上半学期搬家 我的童年是不太快乐的 起码晚上七点过后 是不太快乐的 因为我再也不上小时候了 天天出去烂玩去 甚至我妈到后边都开始逼我了 哎 你是越来越胖 人家小孩都出去玩去 你出去玩玩去行 我心想妈呀 人家小孩只是听了个传闻 没看见真东西 我可是瞧见真东西了 你就是晚上送我俩变形金刚 我也不会出门的 朋友们好 咱们今天晚上要见面了 今天的这期故事是发生在河北省的 河北省靠近东北这边的一座城市 具体是哪咱就不说了 但是这个故事的事发地点呢 是在城市的郊外 也就是说算是农村 但他不能说是纯农村 他距离城市开车 也就是20分钟左右 这当时啊 咱们听友的爸 是在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个学校里边教书 当然您不要以为是农村学堂啊 不是这样的 大学校啊 它是属于郊区 所以说学校是非常大的 父亲是正式的里边的老师 但是这些正式的老师编制啊 当时这学校非常特殊 大部分的老师编制 基本上用的都是本村人 或者是旁边几个村的 比如说东口西口南口 这边几个口村 他那的村子都叫口啊 基本上都是这些村里的本地村民 凑成了这么一所初中学校 但是后边呢 农村越来越注重教育 学校越做越大 学校也想往高处走一走 所以要平定级别 学校里边的师资力量不足 就从市里边引进了 好几个知名的老师过来 其中就我父亲 也就是说我父亲 他们这个学校的班子 组建的基本上 还都是本地的老师 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父亲的一个同事 身上发生的 我爸出事的这个同事 就是也是个老师 这老师姓邓 邓老师呢 四十来岁 年轻人 男的 家呢就是本村的居民 世世代代就住在这个村里 这个邓老师啊 有个儿子 儿子呢 话名叫小乐 咱们就管他叫小乐 小乐呢 有点傻 打生起来之后就不太正常 您说这孩子真的是 必须得到启治学校上学的那种傻子吗 倒也不是 但是总比正常孩子缺根弦 那这缺根弦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不认识他的生人 小乐小乐 过来 啊 干嘛呀 过来给你好吃的 我爸不让我吃 哈哈哈哈 就这么个傻小子 说他傻也不傻 说他精吧 也没法说他精 常年露着两个大文芽 张着个大嘴 瞪着两个大眼睛 所以就从这小乐身上 就映出了当地老人们说的一句话 这家大人呢 再聪明再精 得给孩子 得给后代 留下几分空间来 家大人不能冒了精水 如果家大人太聪明了 这孩子定是个傻子 同时这也是说小乐他爸 说小乐他爸太精了 当上老师了 学习太好了 但是小乐他爸呢 从来不在乎 不在乎孩子有点木讷 特别疼这孩子 上学经常带着小乐去 当然不是说天天带着 有时候会跟着 小乐呢 也特别做脸 由于智商不高 特别老实 做他爸办公室一动不动 办公室老师还都挺喜欢他的 可是这后边 就是因为小乐他爸 带着小乐去上学去 所以说呢 才引发出来了后边的事 出事的这天 刚巧星期四晚上 这天晚上小乐他爸 和往常一样 是带着小乐上课去的 准备晚上啊 大概五点多钟下班 带着小乐去吃酒席去 也不是说什么大席 就是到小乐他爸 当年的一个同学家里边 吃个饭喝个酒去 由于他们家也有个小子 跟小乐差不多大 特别想小乐哥哥 所以说呢 他爸这就带着小乐了 这天晚上一切顺理成章 什么事都没发生 小乐他爸大概是五点多放在学 带着小乐来到了同学家 吃饭喝酒玩 基本上折腾到了晚上不到十点 大概十点钟差不多了 小乐逐渐就要困了 他爸就说 我带孩子回去吧 同学跟他爸打过了两句 但是最后的确也是太晚了 就让小乐他爸快回家吧 路上临走的时候 还嘱咐了小乐他爸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这邓老师骑着车子带着小乐 半道上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病了 偏得绕了一条小路走 这小乐他爸的同学是住在东口呢 他们家是在南口 距离多远呢 骑自行车应该二十分钟左右 实际上走正间的公路就没问题了 不知道他爸犯了什么病 走到旁边的一条小土路上去 可是刚刚走到小土路上 这小土路旁边有小山坡子 不是大山呢 就是小山坡子 忽然间就打小山坡子上 哇的这么一声 跳下来个东西 那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 邓老师也没看清楚 这个东西啊 是突然间从旁边小山坡跳下来的 直扑向邓老师的自行车 可是不是通着邓老师去的 是冲着邓老师车座后边带的那个孩子 小乐去的 这玩意大致是个人形 黑白乎乎的 个子也就是有个一米来高 一下子扑在小乐身上 咣咣咣一下 把邓老师的车就扑了个人羊马帆 但是邓老师没被袭击到 但是小乐 给扑翻在旁边的沟里了 等于这条小路旁边是个小沟 里边有点脏水 旁边是个小土坡子 可是等邓老师回过神来 这会儿已经倒在地上了 但是邓老师戴的那个厚厚的酒瓶子大眼镜 已经找得不见了 坏喽 这下可就麻烦了 邓老师这眼镜几乎跟盲人一样 只要是摘了眼镜是什么都瞧不着 我眼镜呢 小乐 乐 没事吧 因为这时候邓老师耳朵能听见 听见儿子应该是儿子的声音 在旁边的一个水沟里边在那哼起 当时邓老师就认为小乐肯定是摔着了 越着急找这眼镜就越找不着 死活就找不见 可是这眼镜找不着 不代表邓老师他不能救儿子了 疯了 完全顾不得一切了 就用着近视眼模糊着 再加上听见儿子传来的声音 朝着旁边那臭水沟里边就爬 就去抱儿子去 爸爸来了 乐乐乐 没事吧 爸爸来了来了来了 实际上这会儿邓老师跟盲人一样 拿手瞎摸的 终于摸着摸着爬了半天 啪 抓着自己儿子的脚了 乐乐乐 爸爸在这儿找着他找着 哎呀宝儿 宝宝宝宝 一把就把小乐抱在怀里了 这小乐被抱住之后 邓老师马上拿手 检查孩子的全身 一摸着身上还没事 一边摸着 一边嘴里边还说着 哎呀 没事啊孩子 腿疼吗 胳膊疼吗 哎呀行 这衣服还没湿哈 没掉水里是吧 脑袋磕着了吗 就拿手上下这么糊润 小乐这会儿没说话 只是嘴上一直在说 没事 没事吧 没事 然后邓老师发现 儿子真的没事 就开始让自己的儿子 给他找眼镜 乐啊 给爸找眼镜 嗯 坏了 咱也没带个发光的东西 也没带个手电筒 你找找 你要不给爸找眼镜 咱回不了家 然后小乐呢 就听完他爸说的话 开始配合着邓老师 四处找眼镜 邓老师自己也找 可是邓老师自己找了老半天 根本不见踪影 然后邓老师这正着急了 心里边苦闷呢 这眼镜怎么回事 这这么大点地界 眼镜怎么能没了呢 正着着急着呢 忽然旁边儿子说话 爸 爸 我找着了 然后拿着眼镜 就朝着邓老师跑过来了 邓老师当时沉浸在找到眼镜喜悦中 就把眼镜戴上了 戴上眼镜 先是得看儿子 到底手没受伤啊 可是仔细这么一端详小乐 上下一打量 不对啊 这孩子刚才让我给甩出去好几米去 直接床内臭沟里头 我都听见水花声了 可是这孩子上面的身上 特别的干净 什么事都没有 哎呀 这怎么回事 可当邓老师这正心里边想着 上下拿手在摸着孩子身上的时候 忽然小乐说话 爸 没事 别摸了 咱回家吧 我妈还等着咱了 走吧 哎 邓老师听完之后还挺高兴 小乐今儿怎么这么痛快呢 也没哭 也没闹 也没撒娇 还指挥上我了 马上邓老师高兴了 哎 儿子 那咱走 然后就跟儿子一块扶起了自行车 把自行车调整调整 修吧修吧 继续骑着车就上路了 可是骑在路上边 邓老师这才琢磨起来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不对啊 我们俩是没受什么伤 事也没出 刚才是什么玩意儿把我扑倒的呀 马上邓老师坐在车前边 就开始问自己的儿子 乐啊 刚才是什么东西扑的呢 是个野狗吗 小乐一听完 他爸问他这个 咯噔 定了一下 邓老师等了好几秒 孩子没说话 乐 乐 那个 刚才你看见是什么东西扑的 咱们俩了吗 嗯 没看见 不知道 应该是个野猫吧 小乐当时说话可可巴巴的 邓老师心想 完了 这孩子刚才就聪明了这一会儿 灵光一现 又变成傻子了 什么野猫 哪有这么大的野猫 然后邓老师一琢磨也是多余 我问他 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心里边就一直在刀磨这点事情 可是这会儿大家千万别忘了 邓老师的自行车还正在往自己村里骑着 骑着骑着自行车 邓老师其实也不知道自己骑到哪了 就是按照往日天天走的道这么回去 但是这会儿邓老师心不在焉 满脑子琢磨的就是刚才发生的怪事 可是忽然间 邓老师就听见这路边上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了 我操 老邓老 车上是什么呀 您别害怕啊 当时真的是这嗓门的 这声音是谁喊的 您知道吗 是邓老师家邻居 一个在路边上开小卖部的 天天跟邓老师没事会说两句话 有时邓老师会上他们家买点油盐酱醋的 就这么一个朋友 这朋友当时就在老邓旁边 大喊大叫的 把邓老师给吓坏了 啊 哎呀 怎么了 这会儿说着话 邓老师把车也停下来了 脚也插在地上 可是邓老师这一回头只见刚才喊的这个邻居 不但没上前边过来跟邓老师说话 而是人离着邓老师大概七八米远左右 吓得往后正在推呢 而且面孔惊慌 这么盯着邓老师的后座上 邓老师当时就懵了 干嘛呀 怎么了 你吓死我了 你喊什么呀 不错 老的 你扭头看看 你看看你后座上是个什么呀 邓老师这会儿这才意识到 怎么了 一边扭着头 一边把眼神朝下看 因为那二八大驴那车特别高 一下子是看不到后座上的 他儿子才几岁他 可是往下这么一低头 这后座上根本不是他儿子 后座上是个脏了八戒 黑巴乎乎的东西 邓老师看完这一幕 一下子懵了 从自行车上 响就跳下来了 自行车一下就翻落在地上 然后他就懵了 可是这会儿他害怕呀 车座后边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就开始往他那朋友那方向推 但是他那朋友也很给力啊 那人还是挺讲义气的 就过来迎邓老师 老邓 老邓老邓 过过来来来来 躲得远点 你那车后边拖的是什么呀 这会儿等于邓老师才算是沉住了气 仔细看车座上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当然这时候车已经倒在地上了 那玩儿已经躺在地上待着了 邓老师仔细这么一打量哦 心里边嗖嗖的凉 这东西怎么看着像是个人呢 而且烂巴糟糟的 全身向下像干了似的 我的妈呀 这一下子邓老师顿时心里边才反应过来 这 这是个干尸啊 这下邓老师崩溃了 但是不对呀 这作为父亲的邓老师 第一反应发现了 这不是他儿子 而是个干尸 那第二反应是什么 那就是小乐 坏了 坏了 哎呀老赵 我们家小乐呢 我们家小乐呢 刚才小乐坐我车后边 怎么变成这个东西了 一下子邓老师疯了 但是这时候根本没法骑上自行车 邓老师立马就找他这个朋友 借自行车 老赵 把你自行车给我 快快快快 老赵当时也不怠慢 不但给邓老师提供了自行车 然后自己呢 也能了一辆他媳妇的自行车 跟着邓老师后边就骑上去了 俩人就奔着刚才 小乐摔倒的地就去了 结果俩人回到小乐刚才摔倒的地 邓老师打捞远的 就听见小乐的哭叫声 好嘛 邓老师心里边咯噔一下 我们家大宝小乐在这呢 马上就朝着孩子哭的方向走去 结果一看 小乐是满身泥泞 人呐沉在旁边那脏臭水沟里 哎呦 这接下来邓老师跟他这朋友 就把小乐拉上来 孩子摔得都没人样了 脑袋也摔破了 身上是满身的污垢 这些咱就忽略不说了 因为这些它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小乐的确也没出什么事 邓老师刚才吓得都不行了 现在发现小乐 大事倒没出 所以说算是心沉下来了 可是 刚才邓老师车上拉的 又是什么呀 但是虽说邓老师啊 咱们说到这了 对刚才到底 自己自行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还有给他们扑倒的那个东西 是无比的好奇 可是这会儿邓老师顾不上这些 他必定是为人之父 得先顾着小乐的安慰 所以邓老师就特别的着急 想把小乐带回到村医务室去 这个村医务室 也得特别介绍一下啊 就是个私人小诊所 平时看着头疼脑热什么的 因为这孩子脑袋磕破了 上面虽说流血不多 但一直还没停着 但是这个小诊所开的位置 和刚才呀 邓老师把自行车扔在人门口 那小卖部的那个位置是重叠的 必须要路过那小卖部 才能去诊所 等于邓老师就朝着刚才自己自行车 丢的那个小卖部门口 就这么快速的骑着 同时那老板也跟在邓老师的身后 一边骑着 一边老板在后边劝 老邓 别急别急 别让孩子再掉下去 别急 我跟着你了 咱先回我那小卖部 先看你那车去 然后就这么照着小卖部骑 不一会儿就骑到小卖部 可是刚刚到了小卖部 这几个人呢 还没到门口停下车了 就看小卖部他们家的老板娘 站在离小卖部挺远的位置 正在那迎着邓老师他们了 哎 这当家的 你这上哪去了 你跟邓老师刚才出什么事呢 我这追出来也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这一边说着话 邓老师他们骑着车 得朝着他接近呢 赶等接近到这老娘旁边的时候 这女的一下傻了 哎哟 这车后边是 这小卖吗 哎呀 这海盗 刚才我说让你喊你不让你跑 你瞎跑什么呀 你这是在哪出的事啊 你们是在哪找着小卖的 大家注意啊 这女人说话虽然糙 说得又急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点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女的说了 刚才我让你别乱跑 你这是在哪出的事啊 大家刚才听见了吗 邓老师当时听完 心里就咯噔一下 弟妹 你说你在哪看见小乐了 啊 我就在我们家门口了 你们俩刚才走了 然后我就看见小乐在后边追你们 在这跑 我就喊他 我说乐啊 别跑啊 他摔着你 哎呀那孩子跑的那个怪啊 不听我的 你看你看摔的 来来宝贝你快下车吧 我带你上旁边诊所去 您听到了吗 这女的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 她认为刚才追邓老师和她老公的那小孩 是小乐 小乐应该刚才是因为追她爸 可能受伤的 然后这女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拉着小乐 奔旁边诊所了 诊所离他们家小卖部走到也就是五十步左右 但是这会儿邓老师站在车上 可就傻了眼了 同时也包括那小卖部的老板 因为老板也是跟邓老师一块经历的 俩人对视可能麻木了得有几秒钟 这老板这才主动的张开口说话 我娘啊 邓老师啊 我咋感觉 你这是着了鬼了呀 您说 这小鬼要干嘛呀 要害死小乐 给邓老师当儿子 不相识啊 那如果要是找替身 小乐他也没害死 他又跟上邓老师干嘛 所以我也说不清楚了 那就看您怎么理解吧 那好了朋友们 感谢大家收听深夜聊天室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